而全台今天总共是新增四例的本土 其中台北市就占一半有两例 好 市长柯文哲是说明了 台北市这两例本土案例 有一例是家户的传染 另外一例就比较担心了 是桃园机场的地勤人员 他的感染源还是不知道 那不晓得呢 他说的 不晓得是不是接触到境外的外国人 不过疫情逐渐的趋缓 柯文哲举例 台北市七家医院 昨天筛了1243例 只出现一例的阳性 他说万华也不再是染疫热气 走过三级警戒 台北市从上周17例确诊 到本周目前只有6例 距离每周减少一半的本土案例目标 又向前迈进 不过一个多月前喊出要清零 还得再加油 因为北市今天又新增两例本土个案 中一个是家户感染 那另外一例 目前感染源不明 不过这个还是蛮奇怪 因为他是导演机场的地形工作人员 你知道 不晓得是不是接触到机场的一些外国人 被被感染到 不过因为这个感染源不明 还在调查 整体确诊趋势像是溜滑梯 逐渐下滑 这连北市七家医院12号筛检1243例 最后也只发现一例确诊 在过去这两三个礼拜来讲 我们已经进入那种 就是那种一个两个这样消灭战 不过它反而更困难 因为这个都很难抓 的确因为这个确诊人数一直减少 所以我们现在对整个疫调的压力就少很多 揪出浅藏感染源不易 但好消息是万华已经摆脱热区风险 过去在这个三个月当中 万华区一直是确诊人数最多 到这个礼拜的现象就不见了 所以现在应该说整个台北市 万华已经不再是热区了 那种群聚的感染源 差不多是消灭掉了 为了兼顾防疫和经济发展 柯市长还加码宣布 8月到10月 北市不动产营业用租金减免50% 住宅用租金减免20% 持续扩大纾困措施 给店家送暖 华市新闻学人李琪廷 泰北大导 明天期